裡面有玻璃喔 小姐你好 我們如果是易碎物品的話 我們旁邊有提供那個填充物 拿著包裹到郵局去寄 怕裡面易碎物品有閃失 特別請郵物人員貼上標示貼紙 但居然有民眾怕東西碎掉 乾脆不包裝 照片中苦茶油玻璃瓶直接露出來 外面只包了一層塑膠袋 原來寄送的業者 想說讓郵物員直接看到物品 就會小心 而隨便包一包就拿去寄 就要自己包裝好了 他們那邊做事情很細緻 可能還OK 用報紙啊 然後想辦法包厚一點 不過郵物人員表示 這種包裝不會收 怕東西碎掉 郵局寄屋處也貼心準備碎紙 讓民眾可以塞進箱子 保護包裹裡面的東西 其實封裝的規定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要在固定的箱夾 然後把它固定 讓它不能去晃動 因為晃動的話可能會 裡面會碰撞的關係 導致碎裂這樣子 奇葩包裹還有透明箱子裡 裝了一束球花 這樣包裝的物品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其他重物給壓扁 郵物員抱起10公斤的包裹分裝相當辛苦 一般郵局寄送規定 不可以超過20公斤 除非是不可以分裝的物品 才能到達30公斤 不過卻有民眾為了省包裹費 一個包裹就放了重達23公斤的佛金 儘管操縱包裹讓民眾可以省錢 不過卻也造成郵物人員的工作負擔 記者線文想許雙方台北報導